主席交通人,有請陳主委 好,請陳主委 主委,我們特別有準備在議員跟議員跟議員做一件事 你好,我想百分不如意見 這次經濟委員會,特別在徐朝偉跟本人開議之前 不要說在議場紙上談兵 所以專程到各個災區,特別是巴巴巴水災的災區去考察 其實我們也到過屏東,看過水產養殖的產況 還有也看到所謂的蓮霧,這種土石流的情況 另外我想我們也到過泰馬里,前兩天到泰馬里去看 因為每一次颱風一來,那個電視畫面一直在重播 所謂的泰馬里溪流液那些情況 因為當時他們有報告,我想農委會當然副主委也去了 水利署也參加了,因為當時幾個單位是說 整體規劃,分工合作,是沒有錯啊 本席就當場指責啊,你沒有同時施工啊 因為整體規劃,然後分工合作 各做各的啊,沒有同時施工啊 做那拍那,變成頭重一頭,腳重一腳啊 所以當時我就提出一個專案 希望,然後折成經建會 然後又要有相關單位,農委會 經濟部水利署,當然 包括原民會以及當地縣市政府都來開會 這樣子一切合成啊,要不然各做各的啊 沒有同時施工啊,那錢給開,那個冤枉錢啊 雖然像治水費用八年八百億,還有特別費用 還有什麼公務預算啊,都給掉耶 所以我們希望到現場看了才了解啊 當然也有去看過漂流木啊 因為大家都認為漂流木大概是道法道財等等啊 其實啊,我也願意借這個機會啊 因為我們當然考察所見有限啊 不過因為我是在八八颱風期間啊 我看到在台東縣我們那個臨路局的就是官員啊 因為當地的百姓啊,當然台風剛開始的時候啊 有時候百姓的一些,難免有不理性的一些發言啊 所以指責林務局的官員啊 我個人是站在持平的立場啊 林務叫我官員,他如果沒有好好管理林務,那些漂流木啊,沒有好好管理啊 他,失職待斗啊,甚至要被移送法辦啊 應該沒有一個官員,各施其職啊 我林務就官林務的,所以漂流木我還要好好管理 老百姓,要來提醒我,不好意思,還沒有規定可以檢視之前 我有責任,我有義務啊,我要管理這個 所以我是認為,雖然電視方面還有媒體 報導我們官員被稍微嗆聲羞辱等等啊 我認為還是委屈求全啊 但是啊,不要失掉公認本分啊 所以我借這個機會啊,對林務局的官員 如果說有什麼稍微不理性的災人 嗆聲,我想都可以忍受啦 因為他們畢竟是受災婦嘛 所以說,啊你也沒辦法救災,只顧你那個漂流木而已 因為每一個人做的工作不一樣啊 所以應該,事後,還是說董事啦 稍微說,不好意思,我林務局的官員 我警察是抓壞人啊,修想醫師啊 所以我是認為,像我們去看漂流木啊 大家都以為是道財比較多啦 其實我們就上了一課 道財是舊得很清晰的嘛 啊,如果紙人就落下來,因為他的頭是不整齊 啊,其實啊,因為他舊得很清晰的 可能就是價值不太好,價值不太賣的 啊,所以現在你沒舊,車沒當運送嘛 啊,看了富岡漁港,台東啊 聽說全台灣的漁港,富岡,台東,富岡漁港 漂流木最多啦,我們也去那裡上了一課啊 其實啊,最後我們去看所謂的珍貴木啊 說那一課差不多五百年 差不多一百萬以上的價值啦 所以,虽然說有撥轉啊 本時就當場指示啊 林務局的領館處的處長齁 要,你只要,你只要所謂的叫撥轉的那個 還沒有辦法講心理啊 所以我說齁,你們有那個公園警察是不是 聖林警察 喔,聖林警察 所以我拜託聖林警察二十個,派三個 一人八點鐘,含撥轉的那個 增加公信力啊 甚至責成,我們這個台東警察局 更順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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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點的官吏啦 讓盡量防範,避免漏人口食啊 忠於職守 忠於國家,忠於社會,忠於自己的職務啊 所以我,我對於這個八八水災 有關單位,真的做了不少事啊 只是說有時候,比較沒有選團齁 啊現在事過境遷 大家冷靜理性下來才知道 官員也多少有做一些事情齁 所以如果現在,那個 非常感謝,非常感謝啊 委員去實地看啊 然後看到真正的這個實情 給我們同仁這麼多的鼓勵 這個是非常非常非常珍貴的 謝謝 特別聽說,我今天看電視齁有一個報導 婚姻古坑那裡有一個 我們有一個,理事長啊 防災專員 說全台灣有一千三百的 是不是,全台灣嘛 要是跟他婚姻古坑而已 過過專台灣 專台灣齁 不錯,那報導得很好啊 其實也有很多我們的百姓志工 官員以外 也有很多人默默 回鄉奉獻社會的齁 都值得鼓勵啊 像這些齁,要比 齁 比像年輕的齁 要加倍給他們表揚 是,我們會舉辦表揚大費 多鼓勵啊 謝謝 或許因為這一千三百的 防災專員也降低 直到八八水災 這種災害啊 不過齁,我有一個想法齁 這是審計部的資料齁 農業金庫啊 那種一個全國農業金庫 對 他的甘情就是農業金庫公司 當事長今天有來嗎? 沒有來齁 農業金融局 那個 投資金額 資本額多少 兩百億 兩百億 那現在存多少 現在齁,因為在 我們 國民黨執政以前 他們島主 所謂聯動債 虧損差不多要一百億 所以資本額 已經虧損一半了 一半好 因為九十四年五二十六 正式開業了 所以頂多四年五個月而已 稻資本額 現在存 大概八九十億 差不多存一百億 因為 審計部 今年下過的資料 你們一共虧損一百零九億 三千三百多萬 所以事實上齁 因為 來這裡就是說 原生性金融產品 稻資最大 為什麼 不務重業 成立最大的目的 就是要幫忙 農業、漁業 所謂的合作者 農會 你沒有做這個工作 你去買那種 投資風險很高的 事實上啊 這道 農 經濟委員會去出巡 有看到一些事情 有一些適合的朋友 在那個 在屏東 我想 他們都希望說齁 能夠 給他們 增加貸款 還是增加機閃 要求的不多 理論上 這種兩百億 導致這個公司 應該幫忙 弱勢團體 幫忙 農民 弱勢團體 讓他們看 有可能 再重生 再站起來 比較重要 你叫他投資 原生性產品 第一次 為什麼 因為 目的 不同啊 目的 就是要幫忙 農移民 朋友啊 教師 如果他站起來 這是 所謂的基生蛋 這個 道理啊 教師 如果說 一本小生 叫做的 也叫做原生性產品 叫外國人 去 生息 所以 幫忙國人 這是 當初 成立的目的啊 委員 指教的 非常正確 我們也有做了 後續的 處理 因為他這個 最主要就是 內部監控 有出問題 他的道主 幾十億 不用開當初的統計 總經理 副總經理 決定就可以 所以我們 執政以後 我們馬上做行政處罰 而且 移送罰班 移送幾個 移送幾個 四個 四個 他 移送罰班 都不能以色國人啊 這 限不斷 要一百控告約啊 兩百億 要一百控告約 欸 所以 欸 實在是齁 不得了的事情啊 你如果一百控告約 去幫忙弱勢團體 搞不好 欸 教師公 幫忙一百的 搞不好 五六的 他叫倒去而已 七八的倒而已 還重新站起來 幫忙 跟我們當初 成立 金庫 會依 一樣嘛 所以我 我是認為齁 移送 不是我們的最大的目的啊 對 依上戲的 如何齁 幫忙 農移民朋友 這比較重要 對我們會 這方面事實上 他現在也做得很積極 包括臨邊區議會 現在貸款有一些問題 他農業金庫委都 甚至派人下去 本習是認為啦 剛才紅胎啦 剛才八八水災齁 農移民朋友 假設有需要 元貸 需要貸款 頂頂啊齁 寧可給自己的國人 自己的弱勢團體齁 扶助弱小 欸 假設一不小心 給我多少回去齁 那也沒話沒話說啊 因為我們出發電是希望 扶持他們 重新再站起來 這個免疫 政府的免疫不要 大打折扣 千萬不要再去買 那些延伸性的 什麼 金融產品 是是 那不是你們的本業啊 對對對 這個委員講得很正確 我們不會 讓他們再去做這個工作 好 以上謝謝 非常感謝